孙玉再次接新职,看到剧名后,网友却表示不再追这部剧了说起孙玉,小编脑海里闪过的就是娘娘,这都是因为她之前演的甄嬛妆太好看了,播完旋径后,每次放寒暑假,都会在各大卫视循环播放,可以和当时的嬛妆哥哥媲美了。 这部剧中甄嬛的形象塑造到很成功,除了孙玉还有蔡少芬和蒋新颖的也很入戏,一句见人就是矫情,传遍大姐小巷,后来,孙玉借着是头友拍了《你月传》,也是宫廷戏,不得不说,孙玉对宫廷戏真的是仅有独钟,这部戏也深受大家的好评,也许很多的播放量,她也因为这两部戏,获得了很多的大奖。 孙玉是幸福的,在自己的事业上,拍了自己喜欢的戏,还拍得那么好,在家庭上,有爱自己的邓超,有可爱的孩子等等。 邓超对她真的超级好,很听她的话,也很宠着她,可以很严肃,也可以和她疯和她闹,我想孙玉的生活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。 最近呢,二位夫妇也都很忙,邓超忙着拍综艺,孙玉则是再次接了一部新戏,叫做《大清相国》,与以往的后宫戏有所不同。 这部戏的主现实的朝堂,是写成情境如何从一无所有的小民,面对朝廷的黑暗,通过自己的努力。 一波三折,最终成为大清的名相,目前官方只定下孙玉一名女主角,但是网上传出明星阵容强大,会有很多明星,而且依旧是郑小龙导演,据说还是甄嬛传的原班人马作,幕后。 这部戏现在投资资金过亿,但是网友们却好像并不买账,表示看到了《大清相国》这部剧的名字,再看到孙玉主演,就不想再追这部剧了。 小编像可能是因为孙玉之前的《甄嬛传》和《芈嬛传》都太过经典,网友们害怕这次人事崩塌,或者是因为孙玉一直演工情戏,人们可能在审美上出现了疲劳也是没准的事,不管怎么说。 希望我们的娘娘能够在《大清相国》中也有出色的表演。